你见过这么厉害的仙人掌吗 手拿一把激光枪 他灭巨人 斩江王 所到之处皆是尘土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他的故事 在仙人掌小时候 他还没有这么厉害 小时候的仙人掌 从小就和猫尾草妹妹玩得特别好 青梅竹马 仙人掌哥哥其实我很喜欢 还没等猫尾草说出那句话 僵尸就打进了花园 年幼的仙人掌和猫尾草一起赶出战场 作为主要输出 他俩消灭了全部的僵尸 战斗结束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走出了一个手拿法杖的小姐姐 似乎是迷路了 植物们一眼见过后 表示疑惑 仙人掌却迷糊地心动了 并且发出爱的请求 我能找你做我的女朋友吗 被吓了一跳的小姐姐 转身就走了 留下尴尬的小仙人掌 伤心地哭泣 你现在的实力 法杖小姐姐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必须努力变强 让她注意到你 可是要怎样才能变强呢 传闻星星大帝 有一本天界功法 获取功法 植物就可拖沓换骨 实力可媲美之地 画面一转 仙人掌立马 找到了星星大帝 前来参加考验 星星大帝 我想拿到天界功法变强 又想拿到 Gerald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并对她发起了表白 可是这个时候 法杖小姐姐却猛了 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法杖小姐姐 是巨人僵尸cosplay的 这可把仙人掌弄得哭笑不得 最终她回到家 找到猫尾草妹妹 猫尾草妹妹 十个多日也全然变了样 最后很多年之后 她俩幸福愉快地生活在了一起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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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